锻炼将是十足珍贵的 好球 绿球 较到 37比1 比分还是不够 低杆 退回去叫粉球下方的红球 力度 稍稍多了一点点 40比1 台面剩5颗红球 应该说比分还是足够的 足够 67分 看看红球 看看运气 薄了一些 还可以啊 把 底带带口 这颗红球刚好挡上 打薄了 看看马奎尔 好 红球对里放 利用黑球啊 看能不能形成一个斯诺克 特别好控制力度 好球 好球 刚好利用黑球啊 40比1领先39 台面剩5颗红球 应该说比分 对于马奎尔来说还是没问题啊 加很强的 左边旋转要勾都口这颗红球 还好 还好 运气不错 嗯 勾到的这个红球也没有给马奎尔机会 这会长生的局面渐去紧张 嗯 马奎尔也不识实际的把这个黑色气氛球给揪货 因为他现在毕竟落后 需要把大份的彩球给他救货 好球 把红球往这个红球队里放 嗯 这是一个非常的明智的打法啊 现在40 现在是40比1领先39分 那块要勾一裤啊 控制好力度 勾最底下这颗球 最底下这一颗球 非常的细 嗯 这时候决胜局打到还剩下五颗红球 现在局势是非常的不明朗 挂一包边啊 挂一包边 嗯 梁文博现在不能跟他在这个红球队里纠缠啊 行程相局对于梁文博来说肯定不乐意的 嗯 这个局势应该说梁文博是占很大优势的 红球队全部 这个集中在一起 对 很难打 好球 啊 看看马克尔这个思路啊 六分这个彩球给给救火 如果马克尔再抓着机会把篮球再救火的话 那就太凶了 这个防守 最后39分还是需要先把高分球打出来 好球给了很重的左侧旋转看看能不能挡住出来的那个红球力度还可以 嗯 贴在了库边 五颗红球五八四十六十七分 那个马克尔的变化还是还是很多的 看看这个圆线 没进去啊 五颗红球再次聚集在了一起 要谨慎啊 39分的优势 还不足以成为定势啊 这个只能说是稍战优势 打到现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不要有任何一丝的松懈 母球 母球 关键是 还可以看有没有斯诺克 现在这个局势作为两国来说 他是不不希望轻易把这这一堆红球给啊 震开 嗯 出机会了 看看啊 角度没掌握好 可以看最下面这个红球 看看迪带啊 出机会了啊 出机会了 保进啊 哪怕捡一颗红球 对于马克尔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 好球 有球 出一角度看有没有机会能K到这四颗球 领先四十分 台面上四颗红球 最高可以达到五十九 四六分球 看一下母球的位置 嗯 又较到一颗红球 最左侧的这颗红球 还是的话 保进 现在这个 先不要考虑母球的走位了 保进 五十一 打进这颗红球 因为黑球有机会打 黑球有机会打 好好球啊 非常细腻的干法 这是梁博刻意的 要钻那两个红球的缝隙 我不给你踢踢彩球 我没有必要 其实这个头脑很清晰啊 打进黑球超分 打进黑球超分 很关键啊 好球超分 看见红球就可以 观众也是在集结就好 超分 马贵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一杆苏诺克 上三颗红球 推过去 能够打到现在 梁文博确实是相当的不容易 我们一直在说连续挽救两个赛点 而且这最后一局当中 感觉梁文博的心态非常的平和 对对对 反而不像前几局那样了 应该说他心态就是 反正我也是拼回来的 已经是背水一战了 对对 认输了 认输了 这样马奎尔在 击打红球之后 把咖啡球撞进了中带 这样他也是放弃了 这个决政局继续争夺的意义 是以认输最终 在这里 似乎的意义